一个方阵 马泽东思想标语方阵呢 出场阵容是由清华大学大一的新生 尽管他们的训练时间是最短的 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而学生们呢 是在17号刚刚结束了严格的军训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们将会创造出一个历史性的奇迹 尤其是从天安门前走过那一刹那 自豪感 油然而生 这次适应性走场训练将持续到凌晨三点 我们相信这个方队将会在国庆当天 有出色的表现 北京台记者图宴郭东峰 现场报道 北京前门步行街28号全面开市 103家中外商家开张大集 喜迎宾客 作为城南商圈的老名牌前门步行街 总是能勾起人们对传统老字号的回味 吴玉泰北京第三家旗舰店 这次就开在了前门步行街北口 不论是店面装修还是产品搭配 全都为前门步行街的传统文化主题量体猜意 齐气洋洋的红灯笼营造出浓浓的民族风情 货廊车上的清香热茶散发着传统的味道 而店铺里满眼的中国红和福寿标志 则让人一进门就能够感受到老字号的亲切 要知道吴玉泰茶庄在北京开设直营旗舰店的门槛可定的不低 而这次总部把第三家店安在了前门步行商业街 可谓是大手笔 提起大十烂的内联生更是老北京人尽皆知的名牌鞋店 这次最绝的是在距离总店仅仅不到100米的地方 内联生克隆了一家前门新店 不仅货品原样供应 就连地面布置也都秉承了原汁原味的老北京风情 皇家装饰红黄相见 绸缎不紧琳琅琅满目 就算不去买鞋光去欣赏那针脚那绣品 那透射着身后皇城印记的各类符号 也能让人对传统鞋文化一饱眼福 拼爱老字号的顾客在前门有看点 钟情洋品牌的群类同样能在前门寻到宝 不论是追寻星巴克咖啡的香气 还是感受哈根达斯冰淇淋的口感 都能在前门步行街里得到满足 再加上H&M ZARA等服装服饰店 也都能为时尚青年找到来前门的理由 本次开市的103家店基本汇集在步行街两侧 单体建筑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 其中国内品牌还有全聚德 周大福 都一处等81家店 占总量的79% 国际品牌还有劳力士等22家店 占总量的21% 开市的区域越占前门商业区 规划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未来还可启动招商的区域 将随着前门大街商业区 修缮整治工程的深度推进逐步扩大 放眼整个前门商业区 还将有中华老字号传统商业区 民族餐饮区 精品酒店及高档商业区 四合院体验区 娱乐休闲区 不准备